中央反对澎湖餐厅解禁 议员陈海山今天质询认为 政策隔日就要实施执行 外界都在看 赖县长究竟是顺时钟或逆时钟 县长赖封伟仍主张 18日起餐厅取消隔板 及社交距离等规定 再三呼吁中央尊重地方决定 逆时钟还是要顺时钟 但是今天17年10月 你是要逆时钟还是要顺时钟 你底界熟单 总是要一个很公开的 明天18号 是要成都县长所讲的 中央尊重地方 那么地方还是要按照 同屋县政府的这 前几天所宣布的这种做法 还是您有所退缩 好 因为整个月我没听到关系 那个我给省议员 我给省议员回答 不是逆时钟顺时钟的问题 这个是讲道理的问题 我跟议长我们都同意 8月18就是开始解封 就是开始了 我们就是标板就取消 我希望中央能够尊重我们的做法 对于县长决定明天餐厅就开放 议长刘成昭霖也表示赞成 他说机场快筛都撤除了 为的就是要吸引游客进来 现在如果不开放餐厅内用 那岂不是会造成困扰 其实鱼与熊掌难以兼得 你要防疫还是要振兴经济 这个是见仁见智 不过我是认为说 既然我们的境外快筛已经都结束了 都不筛了 那这个就是代表要让很多的观光客进来 那你观光客进来的话 你在用餐的这个标准没有放宽的话 其实观光客也吸引不了观光客进来 那既然你快筛都开放了 我想这个餐厅的用餐开放 更符合提升我们澎湖的经济 另外议长也表示 澎湖主要经济是靠观光及渔业 这两个多月来 这些行业收入减少 都快撑不下去 希望开放餐厅后 能有效提升经济 那我想我们快筛也停了 那餐厅的这个用餐标准也开放了 那我想这个绝对能够来提升 我们澎湖在这两个多月来 不管是在经济方面 不管是在渔业 不管是在整个观光 大家其实这两个多月已经非常非常的辛苦了 那你如果开放了这个 让观光客进来的话 我想有助于观光跟渔业的这个发展 县长赖丰伟认为 开放餐厅不加隔板及梅花座 这不是顺时钟或逆时钟的问题 是讲道理 就如前阵子餐厅开放内容 这并非各县市逆时钟 而是采取因地质疑做法 记者 陈荣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